嗨,大家好,我是若思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移民的事儿啊 我之前讲了就是你已经下定决心要移民 第一步是什么啊 今天我就讲了就是 你已经有了这个移民的这个方向 已经确定了 对方啊,就是不管你去哪儿啊 不管你是去东南亚 你还是去这个日本、韩国 还是东欧、西欧、北欧 是吧,还是北美 是吧,还是这个澳洲 是吧,不管你去哪儿啊 不管你去哪儿 就是你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那那个也不管你是用哪种方式啊 你是大工啊,是吧 工签啊,你还是接触人才啊 是吧,你还是投资啊 你还是这个留学啊 你还是陪读啊 你还是婚姻啊 就是很多种方法啊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 总之你已经办好了 你就是就差呢 就是这个国内的事情了 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要注意些什么 对啊 那怎么说呢 先说一下国内现在呢 就是你办护照的问题啊 理论上呢 就是现在是办护照是很难 其实呢 不是从现在就变难了 办护照变难了 是那个在2020年的时候 在2020年大概上半年的时候 就已经就是没有 那会儿没有出现明文规定 但是呢 已经就是有 我有朋友当时 就是他的护照到期了 他去更新 然后就更新不了 那就是说 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否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更新 你没有理由 好好的你更新你护照干嘛 就已经很难了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啊 就是说 哎 发现啊 这个办护照办不下来了 其实不是现在开始的 不是现在啊 已经两年了 已经有两年了 所以呢 你也不用慌张 也不用紧张 那你有这个正当的理由 就是你不是出去旅游 现在其实旅游 你已经出 已经说你要出去旅游 已经不行了 是的 就基本上旅游签证啊 旅游护照啊 都是办不下来 因为你是不紧急 不重要的 你明白吗 所以呢 就是像你 因为你这个 说出去工作呀 或者挤婚姻啊 或者是啊 这个留学呀 你要去办 这个事啊 就是是必要的理由 明白吗 这是必要的理由 说它是要给你办的 但是 我告诉你啊 就是在中国啊 你在中国这个政府机关里面办事 它 它是很难 它会给你按照那个文件来规定 就像呢 你看 它们搞这种防疫什么的 它不按照宪法 对吧 它甚至为了让自己方便 它会随时制定一个新的法律 制定一个新的法律法规 然后说 那个不算数 咱们按这个算 它不是宪法是最高的 是吧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啊 你不要装外宾 对 你千万不要装外宾啊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呢 你在去办之前呢 你一定要把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你要了解一下 上啊 那个网站上啊 你把那些法律法规啊 都看下来 然后重要的点 跟你这个啊 相吻合的对应的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啊 那个就是 对你有利的 是吧 你没有违反的条款 你都要记清楚 因为你要 你要预备着呢 到时候啊 在办 在你去这个机关里去办的时候 啊 你去政府部门去办的时候 你要注意 他要是用那种 啊 这个啊 似是而非的东西来 来刁难你啊 是吧 来回绝你啊 你要表现的 你很专业 你知道 你了解 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啊 这个是我以前曾经有过 这样的经历啊 但是不是办护照啊 啊 是我那个这个 调动工作啊 然后呢 就是办我的这个劳动人士关系 那时候我就去了解劳动法 还有呢 就是我那个 呃 当当年的时候啊 就是我 我在我在线上上课 然后又 啊 有人举报我 说我是违法啊 是吧 违规 然后我就把这个教师法 劳动法啊 然后我 我都查过 然后到时候 然后什么 什么校领导 局领导 跟我谈了 说那我就一条 他我说 教师法是怎么规定的 劳动法是怎么规定的 是吧 我没有违法 违法的是你们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你要知道吗 他 他到跟你讲的时候 你你你很清楚 他就没咒念 知道吗 他就没咒念 但是你还要注意呢 就是当你在啊 因为你的目的 不是把他们呛住 是吧 你的目的 不是说 你看我有理 你没理 不是这个 你的目的是把事办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你在跟他们讲这个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你的语气态度 要很诚恳 不卑不亢 有理有据 然后呢 要动之以理 小之以情 啊 真的 如果你能够啊 就是找到啊 就是你的家人啊 朋友啊 就是熟人啊 就是这个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能够找到直接的 这个大领导啊 什么的 还有呢 直接管这一块的 是吧 你能找到关系 那就更好了 啊 这就是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社会的特点 明白吗 这个里边 你没有什么说 哎呀 我这个 我不能做这种事 这违背我的原则 这不是违背你的原则 明白吗 啊 因为 因为你并不是让他去做违法的事 而只是你找了人 可以让他依法给你办事 啊 那就如果你找不到人也没关系 你找不到人 你就要啊 你就要依法 然后呢 你依法跟人家谈的时候 要动之以理 小之以情 啊 然后呢 不卑不亢啊 必要的时候 你要看情况 向机而动 该硬的时候硬 该软的时候软 该妥协的时候妥协 该让步的时候让步 啊 总之呢 你的目的是把这个护照办下来 明白吗 啊 同理也是 当你把护照办下来了 护照办好了 是吧 然后你要出 你要你要买这个机票啊 是吧 你买机票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特别特别给大家提建议啊 啊 你要 不要舍不得买机票的钱 你最好呢 就是啊 就是 嗯 多买两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吧 你你得呢 就是要防着 就是临时会有的 航班他会取消 啊 你到时候取消了之后呢 你你怎么样呢 你还得有啊 另外的啊 那你能说 那我多买了 我多买一张 是吧 然后呢 到时候 这钱怎么办呢 你就不要担心 你要做大事 是吧 行 大行 不须细紧 是吧 哎 反快 说的话 还记得吧 哎 所以说 就不要在乎买机票的钱了 明白吗 啊 而且 还有 还有呢 就是说 你那个 呃 机票呢 你肯定一个早一点 一个晚一点吧 那 你还是可以退的嘛 是吧 你要买那种能退的 最好是 是不是 啊 你一旦你这个没问题了 你就把 可以把那个退掉 啊 那如果不能退 也没关系 啊 大不了 就多花一点 这个这个机票钱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你还要防着一点 就是比如说 你是办的那个 呃 什么 什么什么特殊的签证吧 哈 那么 呃 他 这个定居有时间 然后他可能会说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会给你要一个回程的机票 哈哈 对 所以可能你还需要把回程的机票 定上 这样呢 当你出关的时候 当你出关的时候 他才不会拦你 他一看啊 你有回程的机票 啊 你要注意啊 他很有可能在你出关的时候 他会问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的回程的机票 让我看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不让你出 因为他觉得你要跑 知道吗 哈哈 嗯 这个不仅是 不仅仅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你入关的时候 你到你要去的那个国家 是吧 要入关的时候 如果你是以 呃 这个 呃 什么探亲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啊 是是短期拘留 而不是长期拘留的话 可能你入关的时候 他也要要你的回程的信息 如果你有的话 哎 他就会放心的放你进去 如果你没有的话 他也还有可能 因为现在你说中国的移民大潮 全世界都知道啊 是吧 啊 他有可能你好不来 早不来晚不来 现在来 我得好好地查考你 是吧 如果你你遇到那个 这个进关的时候 你遇到了一个心情不好的 是吧 然后他他也不让你进来 然后把你钱返了 也有可能 对吧 所以你要把这个回程的啊 买好 然后买好了 等你呢 确实的出了关 落了地 入了关啊 都没事了 你再把你那个回程的退掉 啊 所以说你在买的时候呢 啊 你你要看好 甚至好像你要可以查一下啊 是不是有那种啊 可以专门做这种票物的 跟他说好了啊 这个是呢 就是总之因为你的目的是要乱出来嘛 是吧 啊 所以说呢 啊 这些地方啊 细枝末节花小钱就不要在乎了 就不要在乎了啊 啊 包括你去机场也是啊 就是你要去机场去机场的路上 你一定 你最好早 早 至少早一天吧 你到机场 是吧 你在机场里边等着 是吧 啊 这就比较安心了 你省得你到时候到不了机场 因为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能再像以前啊 我来打个那个 呃 六个小时 是吧 这个 这个 你最好打 打出一天 你提前一天到 是吧 我提前12个小时 你要打好了 你提前12个小时 能到机场那 啊 这样会比较安心一些 啊 所以说 呃 这些地方啊 你看它都是很细微的地方 但是这些细微的地方 你如果不考虑到呢 你 你很有可能 就前功尽弃 护照 要么护照办不下来 要么机票买了 然后呢 那个上不了飞机 要么上了飞机呢 到了呢 到了那个目的地 然后又被遣返 是吧 哎 所以这些啊 你都要啊 很细的地方 你要考虑到 啊 这 就是 不要再在意那些啊 小钱 啊 什么 去机场的车呀 是吧 然后什么来回的机票啊 然后还有包括你要 去办护照的时候 你 你给人家 如果说啊 送点 送点 啊 送点啥呀 是吧 哎 有钱能使鬼推木 是吧 哎 你不不送钱 觉得送钱不好 送点别的东西 总之呢 你的目的是把事办了 啊 这个时候 这些这种 这个钱呢 你就不要舍不得花了 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东西啊 就是供大家的参考啊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呢 就是如果呢 啊 这已经到了这一步啊 然后我就祝福大家啊 都万事顺利 那么还有呢 就是记得祷告啊 把这个交给神啊 神是会啊 这个支持你出埃及的 你想神当年带着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 是吧 给埃及降下 实在也要带我的民出埃及 对不对 哎 所以你向神祷告啊 让神呢 会这个 这个看顾保守你啊 那这个当然了 就是如果神的旨意是啊 把你留在这个埃及 啊 会对你更好啊 那么那神可能就会把你留在埃及 啊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一定呢 就是在神 在神来看呢 可能并不是对我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一切交托给神 然后满怀信心的 然后我们去做我们的事情 然后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就是呢 你看你做的这任何一件事情 还是不违背这个啊 这个公理 不违背这个公义的 啊 对 包括就是说 如果我们啊 就是呃 请人呢 或者是怎么 我们多买票啊 什么的 你看我们都不存在 就是说欺诈什么的 对不对 啊 啊 那就是我 我能退就退 退不了 我就算了 是不是 我让他帮我来做 我请人 或者怎么样 我也只是为了让他能够 让他能够遵守法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边不存在啊 就是违背神的 啊 违背圣经的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就千万你不要作假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要作假 啊 你要出国啊 你要记住 你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要作假 那如果你找到的那个中介啊 或者是律师 跟你说让你作假 一般来讲 律师是不会的啊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大家最好是能找律师啊 那如果啊 你找到那个中介 他说他可以给你做什么什么什么假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换一个中介 千万不能做假啊 一定要诚实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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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